三权合一 第二位呢是王健每日观察的王健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好欢迎王健 第三位呢是首次加入我们节目的乐乐法力 乐乐是一位中英文双语喜剧和说唱艺术的表演工作者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是在晚上看这个节目 我再来一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乐乐法力 好李多人不怪 欢迎乐乐首次加入就连声打了两次的招呼 乐乐呢是一名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 他在油管呢同时经营乐乐法力的同名频道 也欢迎大家的锁定 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 成都四九中学的不幸意外发生之后 在中国现在还有人相信真相吗 还是还有真相吗 现在在画面上您看到的呢 就是不幸坠楼身亡的林同学的妈妈 在事情发生之后 要向学校讨个说法 而许多当地的民众呢 到了校门口来声援他要求真相 这些手拿白花高呼真相的民众呢 最后是有不少人遭到当地的警方驱离或是带走 但如果不是他们聚众呼吁掀起网络上的热烈讨论之后 我们能不能在事发的第四天 等得到中国官方媒体从新华社到中央电视台总算开始报道 并且公布了警方提供的摄像镜头录下的视频 首先我就想要请教公子沈的是 有种说法是在中国真相没有死 只是没有人相信了 我不知道像您曾经在中国的新闻现场的第一线工作过 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次中国国内的媒体在报道这一次社会事件的表现 在成都49中的事件发生之后呢 媒体并没有进行采访跟调查 也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报道 就任由传言满天飞 我觉得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严管媒体的后果 当初有很多的人聚集在学校的门口高喊真相 还有很多学生前来献花纪念死者 在共产党看来呢 这就属于群体性事件了 媒体要对这种事情进行报道的话 必须要经过上级部门的批准 中国的媒体也知道他们什么能报 什么不能报 在得不到领导批准的情况下 他们不会贸然去报道 所以说这些成都本地的媒体记者 就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干脆视而不见了 因为如果记者来到现场的话 他会受罚的 我记得当初在广东乌凯事件当中 我是亲身参与的一线的媒体人 当时我在乌坎见到了两名南方都市报的记者 他们说他们的上级也不允许报道 但是他们是以私人的身份来拍摄的 希望即使不能爆出来 这些画面也可以保存下来 作为对历史的一种记录 就是说这种情况在今天也不复存在了 党媒姓党并不只是习近平喊出来的一个口号而已 他是真的要对媒体加强严格的管控 所有的媒体人都必须要先讲政治 要有大局意识 实际上就是说 在过去改革开放的时期 有一些市场化的媒体 他所拥有的有限的舆论空间 在今天也已经荡然无存了 过去一些不涉及到高层政治的 一些底下的社会事件 还是有人能够报道 分析 讨论 甚至辩论的 现在整个社会都只能有一种声音了 那就是官方通告 或者是新华社通稿 总之呢 这种对言论自由的窒息 新闻自由的窒息 是跟习近平和党中央加强集权的做法 是保持一体的 实际上就是 谁拥有了掌握舆论的权力 谁就可以说一不二 一言九鼎 甚至是颠倒黑白指路为马 那么一方面呢 新闻事件的这个模糊性 跟这个信息的不对称 会导致谣言四起 另一方面呢 这种一言堂的环境 也会导致政策无法去纠错 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谢谢公子晨 紧接着我也想要请教王健先生的事 王健先生您也曾经是 长期在中国新闻的第一线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而这一次呢 直到事发四天之后 才有中国特定的央级媒体 得到特供的警方管道 来回应民众的质疑声浪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这样子迟缓的报道 对还原事件厘清真相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中国真相是稀缺资源 为什么 中共建政之后 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建立他的信息控制权 对信息进行全面控制 形成一个全封闭的信息环境 在这个环境当中 只有他能够发出信息 或者是我们叫发出新闻 所以呢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为所欲为 因为没有人知道 中共建政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你比如说像反右 大跃进 文革 六四事件 我们现在讲起来都是一些干干净净的名词 但其实这背后 都是千千万万的血泪和生命 有的是饥饿死亡 有的是血泪和暴力 但是没有人看到这个完整的图画 为什么 因为 中共控制了所有的信息 大家只能有个体的体验 他把这个血腥和暴力 包起来 然后涂脂抹粉 所以大家看不到真相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真相是稀缺资源 的原因 所以 在这件事情当中 中共控制信息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 唯一的原因是 他知道 他干坏事 不能让人看见 这是最重要 确实如王健所说 在中国真相是最稀缺的资源 紧接着我就想来请教乐乐的事 乐乐你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之后还到了人民日报当过编译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一次中国特定的媒体在事件发生之后 试图厘清真相的表现 首先我觉得 首先我要感谢你 因为你知道我是曾经在人民日报当过编译我感觉非常的荣幸 你果然是关于我个人背景做过功课 I'm honored How you feel 说实在的我觉得你刚才提的这问题里边最有意思的一个词就是特定 这到底什么是特定 对不对 就这一句话你会怎么翻成英语呢 说实在的我是在2015年之前基本上不会关注政治 哪怕是美国还是中国我都不会特别在乎 当时太年轻嘛 不会就是没有办法就感受不到政治和我人生或者和生活的关系 但是在2015年 习近平去各个官媒说就强调你们姓党 而且任志强发了一条微博说 我以为他们是为人民服务之类的 他基本上是有这个意味 他是有这个含义在里边 然后因为他发这么的一个微博他号就被封了 我是因为那个事情还有香港书店老板就被抓了 那个事情才开始关注中国政治 以及习近平他这个这个人的什么思想之类的 那我就觉得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中国政府中国没有所谓的媒体 他没有所谓的新闻 全都是在共产党旗下的宣传机构 他没有媒体 我觉得用新闻或者媒体来形容 就比如就任何中国官方媒体 或者就任何在中国把自己号称媒体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不恰当 因为媒体就据我个人了解 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吧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特定这个词很有意思 因为你把它翻成英语 like specially appointed news for the government it's like oh 你的意思就是宣传 that's propaganda 这个就是我在人民日报 当编译的时候 我才开始学 共产党会怎么扭曲 他的文字 就是说的可能是听起来比较 比较有水平 或者说就是比较文雅 但实际上它是很空虚的 非常笼统的 就一点都不具体 而且我在人民日报 就是要当他们编译 要把他们这个官话翻译成英语 你知道有多么无聊吗 有多么枯燥 中国没有独立媒体 你只要没有独立媒体 那就没有一个能够监控 能够监督政府的机构 这也就是很危险 的确如乐乐所说 独立的媒体和喉舌之间 是有区别的 紧接着回头 我想要再请教王健先生的就是 其实像这种社会意外的突发事件 每个国家都会发生的 不过中国在面对突发事件处理的时候 它的治理逻辑是什么 它又出现了什么样的短板 中共是个公立的政党 它是从地下党出发 逐步获得政权 急功近利是这个政党的特性 所以在中共的这个政治逻辑当中 它的所有的行为都围绕着一件事情展开 有力 简单的说 就怎么有力 就怎么做 怎么有力就怎么说 所以对他们来说 对外发言也好 陈述也好 表达也好 事实从来不是障碍 它只根据怎么有力来说 怎么说得通就行 所以 对它有力 的说法就行 所以这是 至于说这件事情 它这么讲 符不符合事实 是不是真相 它不在乎 就算是被揭穿也没关系 再编个故事继续说 所以在中国只有一件事情 只要它具有公众属性 中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马上把事情捂住 控制信息 不让记者采访 不让新闻报道 这都非常的熟练 把这信息控制住 那为什么 因为它开会 研究 把这个事情 哪些事情对它不利 哪些事情对它有利 把它梳理清楚 编出个完整的故事 这个故事对它最有利的方案 上报 上报之后 上级批准 它在对外讲 所以 你看 远在武汉疫情 进到这次成都49中的这个 林怀奇的事件都是这样 一上来 把事情先捂住 然后 他自己开会 最后就出来一件这样的操作 所以 无论大小 事情无论大小 无一例外都这么干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他们经常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上撒谎 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上穿帮 为什么 只保不住火 的确如王剑所说 在中国的逻辑里可能认为 谎言说一百遍 大家听了就会当真了 而紧接着 我要回头再请教乐乐 乐乐你知道吗 这一次的成都49中学的 不幸坠楼意外事件 美国人又摊上事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微博上就有人说 这又是境外敌对势力在背后煽动 还有人说 这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又介入了 而环球时报呢 也煞有其事的发了报道来点评这样的评论 说这是中国人民对颜色革命的觉醒 我不知道身为境外人士的你 你怎么看 首先那些以为 美国政府摄投中国 以及CIA 能够那么及时派人到成都 利用成都坠楼 就49中坠楼事件 带节奏啊 搞什么起义之类的 小粉红和五毛 我觉得他们简直是高估了我国的CIA 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 可能是在其他国家 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但是在中国绝对是不行的 首先中国人不是老说 中国很安全 你知道吗 虽然我们是极权政府 但是我们都非常安全 like ok 你所理解的安全其实是被歪曲的 你他们很多是以为那些监控摄像头 他是为了监控敌人 对吧 境外敌对势力 实际上他是为了监控老百姓 是为了监控人民 然后我就觉得 以为美国政府能够那么及时反应 真的是高估了美国当下的能力 尤其是关于中国问题 因为他们首先是主动联系过我 问我感不感兴趣参与 就是申请到他们的Foreign Service 然后当时 我是没有回复 但是另外一个人 其实是在面对面的时候 我有一次在理发 然后坐在我旁边的 一个Foreign Service Officer 他听到我跟那个理发师 因为我理发师是上海人 他听到我跟他用中文 就不断就交流啊 谈笑风生 他 我就是理完发之后 他是在那个门口外面等我 然后他说 你要不要加入到 要不要申请美国的Foreign Service 因为他们特别缺乏 精通汉语的美国人 不仅仅是精通汉语 是能够看得懂 中文的网络语 因为我相信 经常翻墙的朋友们都知道 中国的这个网络语 由于政府的镇压 是不断的改 不断的改 对吧 就有点像Gorilla Warfare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这次 但是很像Gorilla Warfare 总而言之 我觉得美国政府 尤其是CIA 他们目前来说 是非常缺少这种人才 我很不要脸的 把自己说成人才 所以我觉得简直是 高估了我国的政府 It's like They can't do that 在香港 香港有可能 但是在中国大陆 而且是一个第二线城市 No Don't be ridiculous 他们要就是 这么轻易的给扣上了 一定帽子 只不过是为了 为了保护自己的世界观 对吧 他们如果能接受真相 那他们也得接受 自己国家 自己同胞们 是对自己国家 有一些不满的地方 就也许厉害过并 没有那么厉害 Oh my god 好 乐乐刚刚提到的 这个Foreign Service呢 在美国就是指 美国的国务院 它的地位呢 就是等同于 中国的外交部 至于另外一个词 Gorilla Warfare 意思就是指游戏战 乐乐呢 是在指中国的网民呢 在面对网管 删文呢 还有管制 是创意无限 常常会改变 很多敏感词的用法 而紧接着呢 我想要接着 请教公子沈的就是 在中国 为什么谣言 总是传播的 比真相快 网上有人怀疑 说整体时间背后 有境外敌对势力 这和其他的 这个各类质疑 还有就是 我甚至看到了 这是不是跟这个 非法器官移植有关 总之就是 我觉得这都算是谣言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就原因在于呢 校方跟当地政府 在一开始 遮遮掩掩 媒体呢 也不去挖掘真相 信息非常的不透明 就导致了整个事件 疑点重重 根据哈佛大学学者 给出的一个叫做 谣言法则 只要满足三点 就是重要性 模糊性 和信息不最衬 这三点 那么谣言就会产生 传播力 这件事情 正好适用于 这个谣言法则 即使后来 公布了监控的画面 也没有能够 完全消除 我们很多人的疑虑 这是因为 中共的政府 已经陷入到了 塔西托陷阱当中 就是他们说什么 人们都不相信 连个标点符号 都不能信 你不能怪人们 不信任他们 这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共产党几十年来 长期依靠谎言 来欺骗民众 再加上这种 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 导致官商勾结 官官相护 这种体制 可以轻而易举的 就掩盖事实 这种案例 可以说 举不胜举 比比皆是 所以说 中国共产党政府 早就败光了 一个政府 应该具备的公信力 那么 小粉红怀疑有境外敌对势力 到处扣帽子 一方面不排除 这是中共的宣传策略 就是派出大量的五毛作妖 故意的去带风向 试图掩盖真相 转移注意力 或者说是阻止人们去传播 可能就是真相的 所谓谣言 另一方面 也证明中国的洗脑教育 和宣传工作的成功 让今天许多的年轻人 都特别的玻璃心 培养了他们的敌我斗争的冷战思维 就是可以自愿充当自干五 主动捍卫党和政府的权威 毕竟 能够主动站出来维护主子的奴才 才是好的奴才 的确如公子神所说 政府的公信力 是靠自己点滴累积 也是靠自己点滴毁灭的 紧接着我想再回头 请教乐乐的就是 乐乐如果像在美国发生 这样的不幸校园意外事件 美国的地方政府会需要出来维稳吗 美国又会怎么处理 维稳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把维稳这个词翻译成英语 to maintain stability 一听到就觉得是 集权政府发明的一个词 你如果对一些家长 说我们知道你孩子是遭遇着困难 但是我们为了维护稳定 社会稳定 我们是不能及时给你发消息 不能及时给你任何 就通告你 关于你孩子的安全 或者说就是关于你孩子上的这个学校 他们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能给你 就目前来看 是不能给你通告任何具体的消息 美国家长简直会疯 你知道吗 他们肯定会冲连学校去打人 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发疯 但是说实在的 如果他们要通过就比较正式的渠道 去保护自己的孩子 以及要求那个学校公布消息 他们肯定是很容易能够通过司法 美国毕竟是有独立司法 是吧 而且他们也可以威胁我们要起诉你 美国大部分公立学校 那个资金是 已经是很差的 已经是 就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 穷的状态嘛 要一直要省钱 所以我觉得 他们为了避免就被起诉 肯定会及时 公布消息 以及可能会主动联系 本地的一些媒体 对吧 因为他们会怕 如果我们不立马联系到媒体 那 就是大众可能会有 老百姓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 他们有疑问 你麻烦就大了 就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而且中国缺乏这样的一个思路 说实在的是因为中国人 不懂 我说中国人指的是 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 不要一杆子打翻遗传人 但是这些所谓的韭菜 他们不懂什么是媒体 对吧 你看他们会以为美国媒体 是不断的丑化我们中国 但实际上美国媒体也是会 讽刺批评 我们自己国家的政府啊 而且远远比他们批评 中国政府要凶 他们只不过是因为 首先不懂外语 第一 第二 有防火墙 有防火墙 所以 我觉得 从这个事件 能看得出来 中国政府要是将来颠倒的话 那防火墙 要被拆掉那一天 会 就不会是特别美好的一天 因为会有很多 被洗脑很严重 这个所谓的经济之蛙 一下子就可以看墙外的世界 那个刺激对他们来说 可能太过分 而且未必是会有好的结果 肯定 最后会有好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暂时会很乱 而且我觉得作为 作为 因为我是很关心 很关心中国 我觉得美国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什么的 也应该准备 就是有朝一日 中国政府真的要颠倒的话 我们该怎么 拆 就是怎么拆掉 那个防火墙 而且该怎么 民主化呀 该怎么 该怎么跟这些 被洗脑很严重的人 去沟通 去交流 实际上我觉得 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现在你能做的 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我个人觉得 美国政府可以把我 还有谁啊 公子神 还有狗哥 这种频道 我们可以找各种办法 也许可以通过satellite 就把它们 发到墙内 让墙 墙内的一些网友们 就是可以更容易 接触到这种信息 尤其是像公子神 和狗哥 他们 因为中文毕竟是 我的第二个语言 但是他们能够 以非常清晰的逻辑 去讲 为什么中国政府 灌输的思路 是特别扯的 为什么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经不起任何推敲 其实所有参与 我们节目的油管大逼 都是努力地 在想要为 所有的中文听众 还有观众朋友们 提供不同于 中国官方视角的信息 而我在这里呢 也想要自我推销 卖瓜一下 大家还可以持续地 锁定自由亚洲电台 因为呢 我们就是希望 能够为无法接触 独立 以及自由报道 新闻媒体的 所有亚洲听众 还有观众 提供准确 客观 还有公正的 报道与评论 而紧接着呢 我就想要请教 公子神的就是 中国作为天眼大国 有这么多的摄像头存在 为什么在重大的 社会意外 发生的时候 却无法发挥作用呢 我们假设 如果这件事情 真的是自杀事件的话 那么孩子出了 这样的事情 学校是有责任的 家长同样也有责任 就算我们强烈质疑 校方和当地政府 在试图掩盖真相 比如说 监控没有拍到 他跳楼的具体画面 但是我们也不能 完全排除说 孩子轻生的这种可能性 特别是如果我们了解 今天的中国这种 只重视考试的教育体制 和家长普遍的 对教育的错误认知 说到监控 确实是这些案件当中 最大的一个疑点之一 不仅仅是监控迟迟的 不肯公布 公布之后 又缺少关键的画面 我觉得这里边 可以反映出很多的问题 首先监控的职能 在中国它是维稳 它是为了撇清责任 它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而不是真心的 说为了维护治安 保护被监控的对象 其次就是所谓的监控 无死角全覆盖 经常都是一句谎言 这里边有漆上瞒下 和偷工减料的成分 漆上瞒下指的是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应付差事 没完成就硬说是完成了 当做一个虚假的政绩 当地政府曾经吹嘘过 说监控校园全覆盖 而且还跟警方联网 实施监控 最后结果不仅没能够阻止 这个案件的发生 甚至都没能够排除疑虑 所以说这就可以看作 这是官方谎言的证据之一 那么所谓的偷工减料 就是报了 比如说100个监控的价格 但是只安装了90个 另外那10个就被贪污了 所以说咕炉房天台 这些场所并没有安装监控 如果成都49中这个事件当中 出现了这几种情况的话 我不会感到很意外的 最后我们也不要忘了 就是现在的科技还是很发达的 就算是公布了它完整的一个监控视频 那也可以是造假的 所谓稳定压倒一切 为了维稳这个政治目的 它是可以不择手段的 一个独裁的政府 同时它也有不择手段的动机 能力和资源 的确如公子神所说的 对中共来讲 维稳的这个稳 指的是政权 还有政治上的稳定 而最后呢 我就想要请教王健先生的就是 如果从成都49中学的 这一次的事件来看 中共到底该怎么做 怎么处理社会的突发事件 才能够让中国人民相信 真相还没有死 我的记者职业告诉我 谎言最害怕什么 谎言最害怕质疑 真相从来不怕挑剔 当警察把现场封锁起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准备开始撒谎 成都49中发生的这个林维奇事件的时候 如果他当初 如果当初他当天 就把这个监控录像 所有的监控录像 全部放上网 让大家自己看 校长 教育局长开记者会 让记者随便提问 然后开放校区 让记者线上采访 如果是他把这件事情这么做 做这件事情不会超过四个小时 如果他这么没有人怀疑他撒谎 但是 你可以看 他没有这么做 他只是发出来两条 警察的通告 然后再由新华社出一条 错漏百出的这个通稿 最后再发出来一段 经过剪辑的视频 当然没有人相信 最后 最后 他怎么办 最后大家都在质疑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 污蔑这些质疑的人 那么以前在文革他会直接把这些人抓出去枪壁 现在他做不到 那怎么办 就在网上 网上进行暴力 这不让人意外 这是中国的基本的套路 只是这次他们做的比较low 给大家抓到而已 中国的权力机构 中国的权力的架构 叫 强干弱职 所有的独裁政权 所有的极权 都是这样 强干弱职 就是主干很强 很粗壮 分支那就比较 比较弱 就是 就是说资源会集中在权力中心 权力的边缘资源都不够 这个结果会是什么 这个结果就是你总是一发生 所有的一发生突发现象 他就会漏气 漏气 边故事总是会穿帮 所以呢 我们经常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什么 就是我们知道他在撒谎 他们也知道 我们知道他们撒谎 但是他们仍然撒谎 就是这样 谢谢王剑 也再一次感谢三位嘉宾新老朋友的加入以及精彩点评 以上就是这一期自由亚洲电台三全合一的节目 我们持续的邀请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在油管评论区的下方留言表达您的意见以及看法 同时也再一次的邀请您帮我们按赞 订阅订阅订阅之后最后一步提醒您要记得开启油管影片右下角的小铃铛 您就可以随时收到所有自由亚洲电台最新视频节目的上架通知 我是郑重生 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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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